IJM 其實那天我跟大家說過 大家花很多很多好熱烈 其實在柏翠林 那天他還會介紹 他在郵佛新山的一個盤 叫Lazar City 那個盤 我今天星期五 我可以詳細講多一點 為什麼我會介紹 其實我真的很少介紹在吉隆坡以外的地方 但我昨天說過 他有一個這麼大的項目 只有一棟公園 沒有 全部都是獨立屋 而他那裡 距離新加坡關口是五分鐘 而且一個重新 其實你可以想像到 他有一個新區 即是等於芙蓉 是很漂亮的 周邊那些特斯科、伊朗、麥當勞 全部都齊了 我覺得如果你們不是這麼快想過去住 因為他很好租 就是由佛那邊 因為就是租給那些馬來西亞人 在新加坡工作的人 因為那些星巴黎的波貴 每天上班 就去新加坡 放工五分鐘 在一個站口 就回來馬來西亞 他好租 回報未必很高 我真的很老實地跟大家說 為什麼呢 現在來說都是兩離三離 但是當這個項目完成了這麼大 是700多公頃 我沒有記錯 我相信樓價的升幅 是直撥率很高 而即使不升也好 他在說的是 五萬萬馬幣 是在說千多尺 爆装收 我覺得呢 是不是很便宜呢 其實馬來西亞還有些位便宜的 但附庸的房子 其實都是三十多萬馬幣 外國人第一 買不到 第二 便宜也有原因 大家清楚 便宜也有便宜的原因 所以不一定是下下市貪便宜 但是我認為新生這個盤 是值得博 就算到最後 你自己有一個千多呎 很凶狂 為什麼呢 他起碼是矮樓 你一看過去 對面是新加坡 是不是很好 這些關口的物業 我認為大家可以去聽聽說話 不要相信我 甚至乎可以買一張機票 有機會的跟我去看 這兩個談話 就會在什麼時候呢 又是改變命運的MMEH談話 首先我先講一個日子 大家先搞清楚 不是明日 不是後日 是下星期六、下星期日 非常接近 下星期六、下星期日